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佳颖 欢迎收看三分钟纯基金 最近这个AI科技很红 很多基金的名称都有这个AI跟高科技 但另外我也发现有一些基金的名称就只有成长跟高成长 这样我到底要怎么知道它里面的成分是买哪一些股票啊 所以我今天就来请教Cony 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的看这个基金资讯呢 的确有一些光看名字 成长是投资美国的成长股 有一些成长或高成长是属于高股利的股票 所以真正要知道基金买了什么 要回到看投资人须知 尤其是专属资讯这份资料 而且这份资料是所有在台湾合法销售的基金都要提供的 所以你只要上网打基金名称 专属资讯 或到基金公司的网站都可以找到这份资讯 那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份资讯里面有哪些内容 首先有基金的基本资料 接下来投资的目标 投资的标的 以及再来有投资了哪些国家区域 甚至可以看到前十大持股跟持债 所以来进一步确认这是不是你要的投资方向 当然里面也有历史的净值 绩效表现 来进一步确认是不是满意这样子的绩效表现 选择基金除了这个标的跟绩效很重要之外 空间是不是还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多注意的一些基金资讯 可以提醒给大家呢 我们看到基本资讯当中可以看成立日以及规模 这个通常可以看出这个团队的操盘经验 那你就来猜猜看在台湾有河北的境外基金当中最老 成立时间最久的基金有几年呢 我盲猜大概四五十年差不多吧 更久喔 在台湾河北的基金当中成立最久的有超过七十年 超过七十年 这叫阿公型的基金吧 它比我阿公的年纪还要大 没错 因为美国发展共同基金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了 所以有七十几年的基金也很正常 有五十几年的科技基金 所以其实可以选择成立时间长 规模大的基金也代表这个团队的经验 跟受到资金的青睐 那么另外一个可以注意的是注册地 注册地其实在台湾有河北的境外基金 多数是注册在卢森堡 可是也有注册在其他地区 我们就发现注册在美国的基金 平均历史比较悠久 规模比较大 而基金经理费相对也比较低 所以如果你懒得分析这么多的资讯 其实也可以优先选择注册地在美国的基金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注册地在美国不代表只买美国股票 其实注册地在美国的基金 也包括全球型股票 或者是中小型股票 甚至有一些产业型的基金 像科技 公用事业 都可以做投资人的一个选择 所以接下来其实投资基金之前 我们除了要注意这个标的 跟这个绩效的部分 我们还可以注意这个基金的注册地 跟它成立的时间及规模 都是可以留意的范围 我们今天谢谢康宁的分享 那云友有任何投资基金的问题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更重要的是下周继续锁定 我们的3分钟纯基金